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 这里是一个次方的比较 比较当然就是要把某一些部分调成一样 但是对于一二小题而言 它其实都是在去比这种形式 a的b次方跟b的a次方 如果在一般的情况 一般情况就是说 b如果大于a 假设都比2大了 那这个都是就会比它大 就是ab都是比2大的数 其实唯一的例外就发生在这边 23会小于32 24等于什么呢 42 那其他的其实让次方比较大 就比较大 所以37其实大于73 5的14方大于10的5次方 你随便写其实 只要是整数的话 这边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会造成这个理由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就是对于对数这种东西 对数就是这种东西 它其实上升的非常慢 所以你今天如果一个东西很大的时候呢 就是你取对数之后呢 这个东西其实放在底数的 它其实增加的 实际上是很有限 就尽量让大数增加在上面 它的影响会比较剧烈一点点 这是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看法 细节可以再想清楚一点点 那第三题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全部都变成以10为底 如果全部都变成以10为底 2就是什么呢 2就是10的0.301 这里的100次方就是10的30.1 所以这个会大于10的30次方 大于10的30次方 但是 我是建议可以用这种方式看 但是当然有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用以前国中的方式来看 你可以全部都把次方变一样 我觉得高中的精神是把大家都变成以10为底 那国中就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技巧 把次方变一样 它就变成1024的10次方 这边还是一样可以得到类似的结果 所以这边也是比较大的 那第四小题 第四小题呢 它其实在谈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们当然知道 Log如果今天这里是2的时候呢 这是1嘛 那这里如果是4的时候是2 好那多少会是1.5呢 其实这个数字怎样 这个数字不会刚好是3 所以其实以图形上来看 因为那个对数的图 它是一个凹口会向上 凹口向下的东西 所以2 这是说今天如果2的时候是1 对 那这是2的时候是1 然后呢这个4的时候是2 4的时候是2 4的时候是2 那今天呢 刚好在于那个3的时候呢 其实还不到1.5 所以这个还不到1.5 所以这个东西是 3的时候应该是超过那个 3的时候是超过1.5 3的时候是超过1.5的 3在这边 1跟2中间在这里 3是超过1.5 好 那但是呢 我觉得学测它其实也没有 要让你判断这么仔细 它只要让你说 这个不会相等 但是其实是大一点点而已 这只是稍微大一点点 好 那第四题的话呢 对 我们处理这个四值比较好处理 我们先把那个3.5 做一些转换 就说3.5呢 其实是什么呢 我们其实 我们先把它换成以2为底 2的3.5四方 就2的2分之7四方 好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通常这种 一半四方的 我习惯就是 先把一半四方拿出来 就变成2的7四方 就变成128 好 2分之1 2分之1四方就是 开根号 好 那这边是什么呢 这边要跟11来比嘛 所以11其实是什么 大于根号121 好 所以这边就是 好 这边是比它大 好 所以这个东西就大于等于 LOG2倍的是1 所以3.5 实际上是比较大的 所以第五个是对的 其他都是错 这样做 好 所以 掌握到一些比较的一个精神 第一个重要的当然就是这种 这个形式 四方尽量让它大一点 效果会比较大 当然有一些例外要注意 好 那另外一个这个就是 把底数变成相同 那这边也是一样 这边就是大家就变成 都变成以2为底 这种比较好处理 就是3.5 我强迫把它变成这个形式 好 这样子会比较好比较 好 那 另外第四个的就是说 对 中间的时候 对数在中间的时候会比较大 那如果指数 如果是 一般的指数在中间反而比较小